北京时间9月29日7点30,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东部凯尔特人对阵黄蜂,手节比赛欧文,布兰和莫利斯克拿7分,海沃德付出拿到3分。 凯尔特人37比20领先17分,四节比赛,凯尔特人依然火力生猛,一度领先20分,半场之后,凯尔特人60比45领先15分,第三节风云突变,黄蜂单鞋拿到39分,三节之后84比81反超3分,末节剔毒对决,两对比分胶着,黄蜂不理其四发威出色,黄蜂完成大逆转。 104比97击败凯尔特人,拿到季前赛的胜利,球员数据,凯尔特人霍福德3分3篮板,杰伦布朗14分4篮板,海沃德10分3篮板,塔图姆8分5篮板,欧文9分4篮板3助攻,亚布塞来7分3篮板, 莫里斯12分4篮板,泰斯4分,贝恩斯7分3篮板,罗奇21分,黄蜂对兰姆15分4篮板3助攻,德勒13分7篮板,沃克12分,阿图姆10分6篮板6助攻,亚文5分5篮板, 麦基基10分12篮板,布里奇斯10分8篮板,埃尔南哥麦斯9分8篮板,格兰汉姆7分2篮板,在乡姆斯离开骑士加蒙湖人后,凯尔特人成为东部的夺冠热门, 欧文和海沃德商欲付出,打图目和布朗金不明显,在少帅史蒂文斯的带领下,新赛季凯尔特人的目标是总决赛,黄蜂在这个夏天失去了中锋或华德,帕克的加盟赌强了球队的后场,实力,但和凯尔特人依然有很大的实力差距,本场季前赛,海沃德正式付出进入首发,欧文也首发登场,首阶比赛, 泽勒兰夏率先打进,欧文上蓝的守候中投命中,布朗命中3分,凯尔特人7比2领先,兰姆打成2加1,欧文封盖沃德的投篮,海沃德进攻中补兰德手,第一次得分,兰姆撞塔出色命中3分,泽勒兰夏再次打进,兰姆大球命中后,黄蜂11比9领先2分,他图姆上蓝得手,欧文的3分命中,凯尔特人7比2领先,兰姆打球命中后,黄蜂11比9领先2分,他图姆上蓝得手,欧文的3分命中,凯� 凯尔特人14比11打停黄蜂,暂停后他图姆后仰跳投命中,罗奇尔进攻得手,凯尔特人领先7分,沃克和巴图姆连着5分,帕克代表黄蜂登场,罗奇尔和莫里斯连续打进,麦基吉上蓝得手,凯尔特人23比18领先,暂停后,莫里斯上蓝打进,布朗打成3加1,凯尔特人领先11分, 麦基吉上蓝打将,罗奇尔环以颜色,紧接着贝恩斯和莫里斯连续命中3分球,凯尔特人收接结束37比20领先17分,次节比赛,卡明斯基两把全中,贝恩斯两分回应,布里奇斯3分命中,贝恩斯堵篮得手,兰姆延续出色手感打将,他图姆翘头命中,莫里斯的3分再次开火, 格拉罕姆追了2分后,罗奇尔的3分标中,凯尔特人49比29领先20分,埃尔南哥麦斯和莫姆又追5分,霍福德的3分命中,绿山军已经命中巴克3分,埃尔南哥麦斯2分打进,布朗又连续,拿到4分,凯尔特人56比36进入暂停,暂停后, 德维恩、培根和泽勒连续追了6分,布朗两把一中,海沃德和沃克都是两把全中,半场结束凯尔特人60比45领先15分,第三节比赛,泽勒报靠得手,他图姆两把全中,马文威廉姆斯首次得分,把图姆上篮打将, 奥文主攻泰斯打将2分,黄蜂打出追分高潮,马文威廉姆斯和兰姆连续命中3分,奥文中投命中,戴泽勒的3分再次命中,海沃德3分还击,沃克两把全中后也命中3分,黄蜂追到618比71只差3分,泰尔特人暂停,黄蜂第三节打出23比11的攻势,暂停后,埃尔南哥麦斯两把全中, 莫里斯两分止血,德维恩赔根打成2加1,分差只剩1分,海沃德两把一中,巴图姆两分打将,两对74平,泰尔特人连续3分不进,巴图姆的3分命中,黄蜂反超3分,泰斯拿下打将,罗奇尔两分命中还造成犯规,两对78平进入暂停,暂停后,罗奇尔加法不中, 埃尔南哥麦斯布兰得手,麦基吉,两把全中,罗宝特威廉姆斯同样拔进两球,两对都是上拔球先得分,散截之后,凯尔特人把11比84落后3分,决胜节,两对派替补对决,沃纳梅克上篮得手,亚布塞兰和奥杰莱连续得分,凯尔特人 6比0的攻势反超比分,格拉罕姆两分打将,亚布塞兰连续得分,凯尔特人91比86领先5分,黄蜂暂停,暂停后,泰明斯基两把全中,布里奇斯得三分命中,黄蜂再次追平,布里奇斯抱扣得手,德维恩配跟上篮打将,黄蜂反超4分,西蒙打三分得手,凯尔特人紧追比分,暂停后, 西蒙上篮打将,凯尔特人又犯超比分,麦基基两把全中,格拉罕姆命中三分,布里奇斯送出爆后,培根又两把全中,黄蜂104比96锁定胜局,亚布塞兰两把一中,最终凯尔特人惨遭20分一转,97比104出给黄蜂,凯尔特人首发,欧安,塔图姆,海卧登,杰伦布兰, 获福德黄蜂上发,沃克,兰姆,科迪泽勒,阿图姆,马文威廉姆斯